曾经的周周一书记 赵龙省长 罗东川副书记 曾经的余文明先生 李仲宏会长 曾经的各位嘉宾 青年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再次与两岸青年朋友相聚福州 共同见证第十届海峡青年节开幕 我代表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 对本节海清节选举举办表示热烈热热火 向各位嘉宾和两岸青年朋友自己诚挚问候 向十年来精心走织和积极支持参与海清节活动的福建省 福州市有关方面 全国青年以及两岸有关团体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年来 在国防共同努力下 海峡青年节成为有力筹进两岸青年交流融合的重要平台 海清节坚持围绕筹进青年交流 推动融合发展这一举线 始终聚焦服务台湾青年 团结两岸青年 海峡两岸的百个青年团体 本所台湾高校百个高校社团共同参与与承办 累计举办265项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三万余名两岸青年参与成为规模最大影响最大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打造了两岸青年交流交往交心交融的亮丽品牌 四年来海清节始终与时代共争 与青年同平 国有关方面积极支持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 不断推进政策创新和制度创新 形成和完善台湾青年登陆发展和荣誉的政策体系 累计及吸引台湾青年来明就业创业实现实习近9000余人 不断汇聚推动两岸融合发展的亲群力量 海清节的许多创新实践 为福建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台湾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 积累了友谊经验 做出了重要贡献 海清节走过的失联是对台工作和两岸关系发展极不平凡的失联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走过到了国际事业发展去的历史性成就 发生历史性变革 中华民族延然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不断强化走过统一的历史大势 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 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洞察历史风云把握时代变化 丰富和发展国家统一理论和对台方针政策 形成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指引对台工作柯南前行 谱写了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的对台篇章 十年来我们坚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推进走过统一 坚持在走过大陆发展进步基础上解决台湾问题 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动权指导权 着力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不断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两岸正式交往取得新突破 新突破两岸交流交融开创新局面 两岸对话协商迈出新步伐 反分裂反干涉斗争取得新成效 十年间尽管台海局势出现重大变化 两岸关系发展出现波折 民间兰当局干扰走饶和新冠疫情 走外两岸人员正常往来 但这些都没有也不会改变两岸统一的历史进程方向 十年来两岸关系河边发展的封锁重拱 造福两岸同胞 在反对台都分裂 反对外来干涉 维护台海和平 捍卫两岸同胞根本利益的斗争中 统一大势进一步强化 两岸同胞对两岸命运共同体的认知更为深刻 广大台湾同胞清醒看到台都是绝落 外人靠不住 更加珍惜台海和平安宁 更加期待两岸交流恢复正常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走过大陆不断完善 促进两岸交流合作 保障台湾同胞福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 迟速推进 落实台湾同胞同等待遇 让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在大陆找到事业舞台 分享发展机遇 两岸融合发展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的松动实践 两岸一家亲的理念更加深于人心 在这十年里 两岸青年是促进两岸交流 推动融合发展召集蓬勃的胜利军 两岸青年学生的交流 不断扩大互学互建互众朋友圈 受以万计的台湾青年 来到走过大陆交流求学 开拓事业 奋力打拼 追逐梦想 在经济建设 科学研究 文化艺术 教育卫生 农业农村 脱贫空间 社区治理 预行航空 公益慈善 环境保护 志愿服务等国领域 都有他们奋斗的身影 越来越多的台湾青年 在大陆找到 实现梦想的舞台 清理走过大陆日益 日新约翼的发展变化 三百多名台胞台青 获得青年武士奖章 武艺劳动奖章 和三把红级手等荣誉称号 两岸今年 共同书写了 奋进新时代的动人篇章 不久前召开的 中国共产党二十大 剥划了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宏伟蓝图和时间漏进 吹响了 开启民族伟大复兴 新真诚的号角 新时代 新真诚 全国国土人民的中心任务 就是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新时代 新气象 新真诚 新使命 两岸青年 松丰其时 施展才华的舞台 无别宽广 实行梦想的前景 无别光明 习近平总书记 因且期待两岸青年 同心同行 携手打拼 期而不舍 辞而不息 让青春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伟大进程中 绽放异彩 为两岸青年 携手奋进 共谋民族复兴的伟业 指明了前景方向 新时代的 两岸青年 要积极响应 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 心怀远大理想 把握历史举动 自觉肩负时代的重任 为推进祖国统一 实行民族复兴 奉献侵权力量 国家统一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必然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 两岸融合发展 是通向和平统一的 比游之路 康庄大道 前景道路上 纵然有曲折坎阔 艰难险走 风雨如盘 当赢者无惧 为者长城 行者长治 任何力量 都无法阻挡 我们奋进的步伐 在参与伟大事业的竞争中 在日常的工作 学习生活中 亲近朋友们 难免会遇到困难 挫折和不逊 约是这样的时候 约要增强 坚忍不拔的勇气 坚定战胜 困难的信心 风雨 不改凌云制 洋房 沧海 严急浪 千摩万机 还监禁 两岸青年 应该携手同心 汇聚起团结奋斗的 旁渤力量 不负绍华 勇意前行 前进的道路 一定会越走 越宽广 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 将会同 国部门 国地区 认真贯彻 落实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 总体方略 和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 继续致力于 筹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 活动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完善 增进台湾同胞 福祉的制度和政策 推动两岸共同弘扬 中华文化 抽筋同胞 心灵起火 我们将一如既往 为两岸青年 互学互建 创造良好条件 积极支持两岸青年 开展多种形式的 交流合作 为台湾青年 在大陆学习 就业 创业 生活 提供更多知识帮助 为台湾青年 荣誉大陆 参与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 提供更多便利 创造更好条件 我们积极支持 福建在探索 两岸融合发展 新楼上 迈出更大步伐 率先建设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希望海峡青年节 越办越好 为修建两岸青年 加强交流 增进了解 后置情意 同心同行 发挥更大的作用 激让更多的 清权力量 各位嘉宾 各位青年朋友 未来属于青年 希望寄予青年 国家统一 民族福建的历史任务 光荣地落在新时代 两岸青年的肩上 衷心希望 两岸青年 做两岸关系发展的 抽进者 走国统一的推动者 民族福建的参与者 在新时代 新增程中 书写 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走国 无愧于青春的奋斗实施 最后 周第十届海峡青年街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